大家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 我旁边走了一位小姐姐跟我一起来拍这个评测节目 你在B站的账号是什么 你不是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没有改吗 我就是说七七 然后你到时候挨择我的时候可能会有七七阿拉优 就是就那样子ID 至少七七就可以了 至少七七就可以了是不是 萌 它是我们B站的一个小萌新UP组 然后它的账号等下我会打在下面 大家有空要去关注它的账号 我们在外面拍了一下午了 你拿了这个手机你怎么感觉 就感觉它就是比我以前的手机要重一点 两个手机都一样都有一点重 都很重吗 也不是很重 就是比我以前的手机重一点 你能接受这个重量吗 拿酒楼感觉有点累 这个外观觉得怎么样好不好看 外观 这一款有点丑 这款好看 为什么丑 是因为这个有个奥利奥才好看吗 不是 这个中间有一长条黑色的 就感觉有点奇奇怪怪 这个就是全面屏的蓝色就好看一样 这个前置摄像头 感觉有一点憨也就是方方正正的弹起来 奇奇怪怪 但是可是以前其他的也有弹 你是喜欢这个屏幕上是有一个水滴的 还是喜欢这种 我之前见过一种那种斜的起来的 就是感觉还蛮好看的 但这种直直的起来就有点奇怪 那个好像是oppo的 你反正弹出也是能接受的 能接受是吧 然后拍了一下午那个画面你也看过了 你觉得拍这视频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看的 就是我以前喜欢那种Vlog风格就能很轻松的拍出来 就很惊讶 以前我的手机都没有这种功能 之前618有过一个2198的价格 你会考虑买它吗 会会会 真的会吗 主要是已经错过了 错过了是吧 所以现在价格的确涨了2999了 那还是下次618再买 或者双11 双11是不是 对 如果是紫色的话 你会你会选蓝色的紫色 我这里没有那个紫色的 淡紫色吗 对对 那应该是淡紫色好看 有点像樱花那种 那还是淡紫色好看 直接改变 这个变得也太快了 这个感觉适合蓝色 是不是这个就适合蓝色 对这种蓝色 因为我是蓝色嘛 我肯定会选蓝色啊 它是紫色跟蓝色之间 我一定会选蓝色 我不可能选个紫色的 不是紫色 那个是樱花 那就更好看了呀 就会比紫色更好看一些 所以女生就还是喜欢这个 好 我们感谢琪琪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希望下次节目还能看到她 拜拜 拜拜 嗨各位观众老爷 欢迎回到我分享你分享 大家一起请分享的亲分享 我是阿达 接上一期我们继续收的平民旗舰 REMI红米K30 Pro的缺点 和我买它的理由 刚才小姐姐的体验 她自己已经说过了 以下的观点 仅代表我个人自己的意见 我们还做了相机拍摄 视频方面的测试 稍后会作为一条单独的视频 放出来 那么我们开始吧 也有其他的Apple组做了 K30 Pro的缺点合集 那我们先来一个个的看一下 这些缺点是否成立 缺点1做公差 手机缝隙能插入A4纸 我这里准备了一张A4纸 这个好像是真的 这个缝隙确实是可以插入A4纸的 我们K20 Pro也试一下 然后K20 Pro也是可以插进去的 经过测试大家也看到了结果 这个所以算是成立的 缺点2 送了保护套太紧 贴膜太烂 我们先把这保护套装上去试一下 它保护套是个黑色的 好 我们现在是把保护套装上去了 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把它拿下来 就第一次其实还是挺难取的 但是我感觉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难 如果你找对了取的方法还是可以的 你要先取这4个角就很方便 可是这么难开的保护套 谁会用啊 关于这个官方的保护膜 也因为不是钢化膜的 的确是很容易花 我这个用了几天就已经有很密集的画痕了 但是这些都是赠品 所以它不应该算是缺点吧 我相信你们到手以后 应该会再去买保护套和贴膜的吧 所以这个 红米你委屈一下 这个也算是个缺点吧 太可怜了 缺点3 重量太重 K30 Pro的裸机是210克 上一代的K20 Pro是190克 因为体积也大一点 大家看一下啊 男生应该觉得还好 女生应该会觉得太重了 现在的手机能达到这个重量的 的确是不多 加上保护套大概是250克左右 俗称 半斤手机 勉强也算是个缺点吧 反正我个人是没什么关系的 缺点4 没有高刷屏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了 大家都知道它因为不想冲击小米10系列 所以就没有上高刷屏 这是大家公认这款机器的缺点 所以这个缺点也是成立的 缺点5 没有配无线充电 我想买这个价位的小伙伴 估计对无线充电应该没有多大的需求吧 这个属于噱头功能 我个人认为它不是必须的 所以这个不算缺点 那再来说说我为什么要买它 第一它有非常先进的3.5耳机口 虹米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个视频 千万千万要保留这个功能 厚点重点没关系 但是3.5耳机口实在是太方便了 听歌就不用说了 拍摄Vlog还能外接麦克风 我把它放在第一 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先进的3.5耳机口 千万不要取消 我非常的讨厌Type-C转接 太麻烦了 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个功能 请在弹幕里面打支持 第二红外接口 可以控制家里面的空调电视 主要是还能遥控我的单反拍摄 但说句实话没有 我也只能接受 第三线性马达 我也用iPhone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那种细微护胶操作的感觉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它不是必须的 我真的没有那么挑剔 第四有512G大容量的皇帝版 因为我是UP主 主力拍摄器材就是手机 所以我有很严重的容量焦虑 买它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它有512G的皇帝版 如果有一T的我肯定就会买一T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什么大众需求 所以这个还是我的个人需求 而不是刚需 第五高亮屏和无挖孔全面屏 它这个屏幕是800尼特亮度的AMOLED屏幕 最高峰值能达到1200尼特亮度 很适合室外无人机等户外的用途 没有挖孔的全面屏也是传统的特色了 玩游戏的时候也不会挡住什么暗键 所以红米一定要保持住 千万千万不要再使用挖孔屏了 第六5G网络 其实现在这个也不是什么刚需 毕竟5G的还没有普及 只能说是提前进入 有比没有好了 第七对料的相机 索尼IMX686主摄像头 带有OIS光学防抖 还有一个1300万的广角 我这个是变焦版 30倍的数码变焦 普通版是带有一个长焦的微距镜头 如果普通版有512G 我肯定就买普通版了 这个30倍的变焦用处不大 画质还很差 所以我最看重的还是它的防抖技术 这让我平时拍摄非常的轻松 和米10一样配有8K的视频 但是这算是个噱头 平时用不上 全手动的拍摄模式 视频和照片都是支持的 这个就很良心了 而且视频有LOG模式 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效果 照片能拍摄ROG式 也方便后期的处理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电影格式大范围模式 在我这里都是加分项 因为我是UP主嘛 所以我觉得以上的几点 对我来说都比高划屏重要 好 我购买的理由都在这里了 关于K30 Pro 变焦版相机的测试 哪一点我就会更新 这可是我和小姐姐 在户外拍摄的 一下午的成果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一定给我 数字三连加关注 只是点个赞也可以啊 你的点赞就是我创作的 最大动力 好 我是阿达 我们下期见 拜拜